各位,今時今日你還可以自由地上網 但現在有,不代表永遠都有 虛擬私人網絡VPN是今天上網的必備工具 介紹我用的NordVPN,它可以保護你的私人,隱藏你的身份 NordVPN在全世界60個國家,總共有5400個服務器 自伏器,沒有人可以追蹤到你在哪裡上網 也不會影響你上網的速度 一個戶口,全家大小可以六個設備一起使用 用底下這個網址,關鍵詞是samngx 你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訂購兩年 最便宜是港幣32元一個月 還有一個月免費 30天內不滿意的,可以全數退款 向你推薦,挺好用的 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這個馬來西亞籍的鬼才歌手黃明智 計算是去年還是前年的玻璃心之後 有一力作 叫做龍的傳人 已經上了假的了,在YouTube上 幾個小時就已經是差不多100萬看了 很厲害 他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巧合呢 在這段時間出的影片,好像在和應 在倫敦的聖佛國 發生的鋼琴戰爭這件事 他的首歌當然是一個MV 拍得非常精彩 也好像在說倫敦發生什麼事 當然不是 因為倫敦發生的事只是上星期的事 黃明智拍這個影片 看他的製作的認真 應該拍了很長的時間 籌備了很長的時間 你看他的Facebook 他有很多鋪電,很好笑的 其中一個我自己覺得最重點的就是 跟他合唱的那個人 那些聲音是很似乎突然的 但是今天很容易的 用AI就已經解決了問題 他的Facebook裡面 就有很多條影片 為這個新的音樂影片鋪電的 其中一段 覺得很過癮的 應該是上星期五已經出來了 一個穿著龍袍的人 穿著龍袍 不是不像太子,穿著龍袍 是戴著一個面具 面具是打了格子的 但是一看就知道 就應該是Vinnie de Pooh來的 是小熊維尼來的 就有一把聲音 那把聲音真的好像習大大的 那他就這樣說的 我為你 我為你就是用我為你 用國語很正的國語說 代表中央 邀請黃明智 一起 宣揚中華文化五千列 然後這個戴著小熊維尼面具 打了格子的男子繼續說 造福海內外的中國人 一起寬度龍年 促進兩岸統一 不同意的請舉手 那他坐在龍椅上 發這個號令 然後底下那些人就說 什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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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了 然後一個男子 突然之間就上舉手 就被兩個穿上黑衣的人 捉了他 拳打腳踢 在鏡頭以外 玩外音來 拳打對腳 然後那些黑衣人就回來說 沒有 然後提議就信出通過 這個就是他的Facebook 不是最精彩的部分 最精彩的部分 當然是他的片子 一開始就是穿著龍袍的 戴著小熊維尼面具的 這個男人就在高處看著他的大好的河山 然後呢 歌詞就是這樣的 大家聽一下 我放連結在下面 大家可以上去看 不過我也要講一下歌詞 一邊講一邊評論一下 很好笑 老鐵門 buddies 點贊關注看過來 雙擊綠綠綠 double click 他説 慕陽犬 反賊 蟑螂 都給我盡來 我們都是龍的傳人 龍蝦龍眼 龍馬精神 人人都是龍的傳人 一輩子的祖國人 他是三語的 即是有中文英文和馬拉的字幕 我們都是龍的傳人 有著我們 龍蝦龍的根 龍蝦龍的根 人人都是龍的傳人 然後呢 五千年來 YYDS YYDS 其實是甚麼來的 我真的不知道 當然你們認識的 告訴我 他英文叫做 Still Great of all time 遙遠的東方有一群人 心在祖國 人在倫敦 你說是不是 說那幾個 我和 兇 兇 Dr.K那幾個小粉紅 心在祖國 人在倫敦 You love your motherland but you now live in London 柬埔寨 緬北 泰南 大家都明白了 柬埔寨緬北泰南 那群是甚麼 就是被人 劫了去 做這個電話 詐騙那群 那群人 是不是 然後 柬埔寨緬北泰南 可能又不只是說他們做詐騙的 那裏有很多華人在那裏 早走了過去 紐約到洛城 LA都是炎王子孫 香煙一斤接著一斤 每天打電話打到凌晨 連是三表弟外生 召了全村人 快來加入我們 仇日反美是我的責任 然後就fxxk 仇日反美是我的責任 到YouTube留言罵假新聞 fake news 兄弟情深 兄弟情深就是 留賭不留人 在說台灣 然後 跑去變成加坡人 全部跑去做新加坡人 接著來了 想尿尿就路邊找花盆 那叫做文明進化論 遙遙領先我買了iPhone 過了羅湖帶三箱奶粉 說完香港 過了羅湖帶三箱奶粉 那九日的我最恨 飛過去喝廢水 九日的就是講日本 然後就飛過去喝廢水 生探了六盆刺身 即是諷刺大陸人那種 那種雙面性格 那種雙面人的性格 仇日反美是我的責任 然後就 吃了六盆刺身 然後就兄弟情深 不過就留賭不留人 然後就去買iPhone 那麼愛國就買iPhone 不是買華為 還有他有把劍寫著華為的 好笑的 過了羅湖帶三箱奶粉 然後呢 他說我們都是龍的傳人 我們最愛全級別人 龍蝦 龍眼龍的龍馬精神 人人都是龍的傳人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輩子的祖國人 入華下我不悔此生 我們都是龍的傳人 龍水湯龍蘇湯五龍羹 有著我們當浪的根 我的龍羹能屈能生 人人都是龍的傳人 皇帝吉祥借主龍恩 OK 然後就對面又老又窮必 連海鮮都是不起 就連山上的住民都是喝黃河水的 報告皇帝 首富的錢已經動態清零 那些過去的明星 都跪下去肯努力 舔我的幣 人民幣 真是橫掃千鈞 王明志 全部掃了 首富的錢已經動態清零 大家都知道 要共同富裕 你看到很多首富 連自己 一手創辦出來的企業都控制不了 全部要貢獻出來了 給了國家 沒有的了 然後那些過氣明星 那些過氣明星包括哪裏呢 大家都知道 包括香港很多 二、三、四、四、五線 然後台灣也有很多 去大陸找真銀 二、三、四、五的城市唱歌 我看到那些 真是很不堪 真是覺得很慘 好了 主席宣上要龍舖 暖心的春天 遊來土 我們一起學龍叫 恐龍羹 所有的外國的 交交 快來滑啦滑啦滑啦 大大的整天賊 抖音 一邊高潮 抓著龍羹 太暖心了 注意看 這兩個男人 真的太狠 小碎和喪標 然後呢 最後呢 大家舉手 有沒有反對 什麼有 什麼有 現在宣佈 要回鄉 過年啦 這個也是很好 很精彩的一段片 王明智也在他的YouTube上說 他說 This song for the year of the dragon From the people of the dragon People of the dragon 龍的傳人 非常榮幸 這次能夠受邀 飛到北京跟我們專警的主席 叫做小熊為你 一仔合唱這首弘揚 中國五千年 龍年河催歌曲 龍的傳人 現給每一位 海內外來自世界各國 包括西加坡 馬來西亞 香港 台灣的中國人 以捍衛中國人的尊嚴 從小我們就喝黃河水 和吃中國海鮮長大 我們一定要記得 我們的根在哪裏 一定要學 這個科目 這個學會 科目三 怎麼跳 不要數點亡祖 作為一個龍的傳人 要時事 記得外黨 外國 外主席 在這裏 我要代表中央 恭賀各界 龍年快樂 祖國萬歲 這麼快超過100萬 我相信 上千萬 一千萬的機會 非常大 因為全世界有這麼多 這個華人 他沒有什麼 純粹是 又沒有說 他 野餘誰 不會得罪 領導人 只是 口裡說自己 外國的 中國人 那種 內一套 外一套 表面一套 裏面一套 雙面的 矛盾到極點的 一種表現 你看得到 是極度可笑的 尤其是那句 遙遠的東方 有一群人 心在祖國 人在倫敦 這個就是 紐約到 洛城 柬埔寨 緬北和泰南 紐約到洛城 都是炎黃子孫 然後 口裡說外國 反日反美 但是刺身買iPhone 那種 矛盾 雙面 的性格 活靈活然 在那裏表現出來 我又為何會 好像 那麼合格 Dr.K 又拿這個 他剛剛認識的 他自己在他的影片 說 剛剛知道 小熊維尼的威力 有多大 他甚至說 他是吸血僵師 一見到 大家都會很害怕 小熊維尼當然不是 吸血僵師 不過小熊維尼 有些人說 不是呀 我上了迪士尼 怎麼會有小熊維尼 不過不說政治 就沒事 那些聽眾很好笑 這個發言 真是很好笑 你試試 假裝小熊維尼 在街上 他又不動了 是不是 他是說到 中國人那種 偽善 兩面性 很多 很多中國人都是這樣 我經常都說 不能夠一足夠打了 一旋人 但是剛巧 那麼巧 就是 和Dr.K 在火車站 就這個鋼琴 衝突 兇他 兇完一件事 那三個人 再說他的名字 第一個 交涉的 叫做 劉夢詠 跟著那個 穿到紅當蕩的 那個 就叫做 張寧 然後 跑黑哥 就叫做 冷雪恋 這三個人 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 心在祖國 人在倫敦 真的很像 很多 在那裏大大聲 在做什麼 僑領 在這個 唐人街裏面 行走幾十年 做僑領 那些 最後 也都是回去 這個 什麼 國慶 什麼 中秋 過年的時候 要去 領事館也好 或者回去中國大陸也好 有好處 我經常都說笑 可能是真的 很簡單 為什麼這些 華僑 這些老華僑 這麼深是祖國 只是給一個 豆豉鯪魚 你做代理 或者這個梅林牌 五餐肉 你要代理 你都發達了 是不是 這是利益 當然我講是以前 今天又不是給梅林牌 五餐肉 不是那麼老土 可能會更加多的好處 那你就 就去說好中國的故事 就是這麼簡單 這就是統戰 是不是 舊的是這樣 老的是這樣 新的都是這樣的 這幾個人 就是在倫敦 在英國 賺吃 但是要靠 吃那條水 要靠吃中國的水 然後才賺到盆滿盆滿 如果他不是的話 他沒有 純粹如果不靠 這個背靠祖國 他在倫敦 都可能很難搞 他在英國很難賺吃 不是那麼容易 賺吃很艱難的 生活指數很高 那些東西又貴 屋租又貴 你出去吃飯 要享受 那些屋子就起碼 八零二百 就是 20磅很鎮的 吃20磅的東西 不是很行的 其實要享受生活 所以一定要背靠祖國人 全部都是 從這個利益出發 這個就是清清楚楚的事 就是這樣 心在祖國人在倫敦 這個真是 諷刺得好 黃明志這個賀碎片 我相信點擊率會很高 應該會高過玻璃心的 因為 有習大戒的 那把聲音 不過AI 合成的 我強調 這個是AI合成的 不過真的很像 像得很交關 我想都要花了很多時間 用很多科技去做 大家有興趣看這條片 純粹是開心的 都是跟玻璃心很相似的 諷刺中國人那種 兩面的心態 我不太明白 大家也可以說 這個字 說明志是華人 就是華裔 文雪的祖先 都是來自中國大陸 馬來西亞有很多人是這樣的 很早的時候去了 父母也好像是 或者父母再上一代 為什麼他對於 對於中國人那種 兩面人那種性格 看得那麼透徹 可能很多人都看得很透徹 不過 夠膽用歌詞 包括玻璃心 和龍跡傳人 用歌曲去表達 去諷刺 去野餘 我自己看唯一一個 就是黃明志 沒有其他人 那我又明白 你在這個演藝界 無論是台灣的 無論是香港的 東立亞的 華人 很多都是 又說回到國旗 在馬來西亞回到國旗 看到國旗 在天安門見到別人 升旗就很激動 那些人就問 這個馬來西亞人 還是中國人 什麼值的 就是說 當 這些人要回到大陸 賺錢的時候 看到那些東西 你猜不知道嗎 每個人都知道 只是黃明志看得通 每個人都看得通 不過沒有人敢說 唯獨 黃明志不用靠大陸賺錢 自己都賺到錢 於是就夠膽說 就是這樣 珍貴的地方就是 一事惡惡 才夠膽 用這種方法去防止 大家有興趣就看看這條片 我們開心一下 在這麼苦悶的日子裏面 經歷到這裏 繼續支持我的patreon 和深圳有快的channel 多謝你收看 再見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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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